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是核心量线交易策略 在量学中我们学习量柱 那么量柱所对应的价柱 产生的关键价位就是量线 那么量线对于我们操作策略来说非常重要的 因为决定了我们一个个股的买卖点的一个重要的观察位 如果说是一个支撑位的 那么到了你所对应的重要的量线 那么你可能要做一个低息的机会 如果说你持股上涨到某一个压力位 那么这个量线就是属于你一个卖票减仓的位置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系统的对量学中的量线 来系统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路市虚谨慎 那么文字我就不读了 大家自己做好一个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各就各位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量线的核心交易策略的话呢 我们分为这五部分来讲解 首先我们要理解量线的核心价值 量线的特点 那么量线是怎么取点 它的穴位在哪里 怎么化线的 那么量线的话呢 也有七大元素 同时我们在日向化线 会使用到量线 那么我们在分时上 其实也是需要用到量线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部分 首先量线的核心价值 其实就一句话 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 为了研判阻力专家的动机 我们化线不是为了化线而化线 而是化线为了确定这个阻力 它在哪一个区间洗盘 哪一个地方会止跌 哪一个地方会回踩 或者说哪一个地方会四盘突破 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凹 那么如果说行情走成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化一个压力位 那么这个量线 就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 最近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凹间峰的位置 有明显的放量 那么相当于什么 这里会有大量的套牢盘 那么主力如果上攻到这里的话呢 通常它不过去 会出一个枪 试一个盘 那么如果上盘面 抛盘很踊跃 那么它接筹码很OK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就快速突破 那么这就是量线 对我们来观察盘中主力 它四盘的一个真假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种参考的逻辑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里是一个长期的横盘 那么打到这种位置 那么我们在这里画一条量线 那么这种位置 你如果持股的到这种位置 主动的去先减仓 等回调 是踩凹间峰 还是缩量到位 之后再去做交易 那么 所以画线的目的 是为了研判主力的动机 那么它是做出一个凹的形态 还是做出一个V字反转 回踩不破的一个形态 那么都是用量线 去做一个识别 量线一定不是随意生成的 切记切记这一点 因为我们要思考一下 量线是从哪里来的 量线量线一定是先从 先有量 从最异动的量能去找最异动的架注 然后呢画出一条线 那么这就是我们画量线的一个方法 所有技术中 唯一分析主力意图 跟踪主力动向的学科 那么就是量学 量学中的量 你从成交量你是判断不出任何有效信息的 你必须要结合架注的位置 性质去判断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架注 位置性质 那么一定会有量线生成 这就是我们量学量线的核心价值 第二点 量线的三大特点 量线的三大特点的话呢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以点定线 也就是说我们画任何一条线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是从左开始画 那么这个点就是你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个起点你是一个左锋 或者说是某一个压力位 大阴十顶 一个长扇引线的枪间都可以 那么这个点你一定是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把这个点找出来 然后以它作为一个基准水平向右划线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以点定线 那么当后面的股价只要每一次有触碰到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位 也就是说这个点出来以后 你就能够大概率预判后期到这里会有阻力 那么这就是量线的一个前张性 量价合一给我们的一个参照 以线侧点的度量性 那么以线侧点呢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画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区间震荡的 那么这里一个点 这里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两点一连线 如果是一个微微上行的一个趋势的话 那么后面的股价很有可能会到这个地方会止跌 然后呢再上 那么随着股价的不断的上移 那么我们可以以两个接最近的点去连线 那么会形成一条新的量线 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有一些个股 它就会有这种方式在运行 然后进入到一个加深段加速段的时候 那么重新去画线 那么我们就观察最后一条量线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以线侧点 也就是说我们两点画完线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出第三个点 后面会怎么走 后面会怎么走 结合到我们的交易策略上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 以线量线的一个互正性 那么这种的话呢 在复合线用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大盘下跌的时候 或者个股下跌的时候 重新画一下 如果说这是个股下跌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上面也有一个风的话 在这里 那么举个例子 我们来画一条线 那么我们画到这一个位置 那么画了一条向下的一个台极线 那么如果说一只个股 它正好走到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展停板或者大阳线 那么在这里后三天 怎么都不破 那么我们在它的石顶画一条线 就形成什么 形成了一条平斜交叉 那么只要在股价之上运行 那么这种地方 就有可能出现一个 我们量学中所说的什么 平斜交叉处 插上出大阳 这就是平斜交叉的一种 量线的一个护正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操作策略会更清楚 更清楚 这就是量线的三大特点 第三量线取点的穴位 那么我们画量线的时候 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架柱 都去取点的 去画线的 以阻力操盘痕迹 为分析依据 以阻力参与交易的量价取点 划线 那么我们在前一课里面 有讲过量线 任何一个量 只有主力参与的量 那么它才有价值 换一句话说 主力参与的量 有什么特点 就是放量 那么这种放量 对应的价注 那么这种化线 是最有参考意义的 依托量线 依托量柱 化量线 我们不能为的取点化线 一切的话呢 由量柱而发 一切顺其自然 那么化量线的穴位 大阴 大阳 针底 针顶 顽排柱 背阳柱和左锋 那么首先 大阴线和大阳线 那么为什么有主力的参与交易 因为大阴线是下跌 那么任何一个下跌 都是主力 或者说大资金所造成的 对于我们散户来说 中小投资者来说 那么只喜欢涨 不喜欢跌 更不喜欢大阴线 我们也砸不出大阴线 所以说大阴线 一定是有主力参与的 那么大阳线也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持股只能跟风 不可能引力市场 也不可能 拉出一个展停板 所以大阳线 也是主力参与的 那么真底 所谓的真底是什么 比如说 一个下跌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底 第二天被双阳胜 战胜了 那么就上去了 那么这里这个底 就是个真底 这个底就是真底 同时 同样的这里下来 如果说这个底 也不破 再上去 那么而且它比前面 这个底 地点还要高 那么这种底 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底 那么这种真底 一个拐点 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也一定是主力 它对一支个股 操作计划 操作策略中 事先预计好的 那么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主力参与的交易 所以的话呢 真底和真顶也是一样 真底和真顶是一样的 那么刚刚说 我们说是真底 对吧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一支个股涨 涨到上面的时候 在高位放很大的量 那么后面也突破不了 一直下来 那么其实这种真顶 就是我们从高位去看的 一个主力参与交易的 一种特征 就是出货 那么量学中 还有玩牌柱 背扬 左锋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取点原则 我们画任何一条线 取点原则 我们有几点 第一 几点侧向 交点 还有拐点 那么取点的话呢 先取时 后取虚 那么这里讲一下 什么是几点 几点的话 任何一个 转折点 我们可以称之为几点 那么还有的话呢 某一个架柱的最高架上引线的尖尖 也称之为几点 那么交点呢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如果说有一个架柱上 一个架柱 两个架柱 三个架柱 四个架柱 密集很密集很密集 那么这些柱当中的话呢 并没有很特殊的架柱 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密集区 重合度最高的某一条线 比如说这条线 这里有个精准 这里有个精准 或者说这里有个精准 这里有个精准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交点 这条线就是一个交点 那么拐点的话 刚刚其实也说了 就是这种拐点 这种拐点 这种拐点 这就是取点的原则 那么取点的步骤呢 上行找十顶 如果说一只个股是下跌的 下跌的 那么我们股价上涨的时候呢 首先下跌 这里一定有个大阴线 我不换笔 颜色我不换了 这里一定是个大阴线 那么往上 我们找压力位 画重要的亮线的时候 是以这个大阴线的十顶来画线 这就是上行找十顶 再加一个词的话呢 上行找阴十顶 下行呢 是找十底 那么下来的时候 我们去找十底 找哪个十底 找某一个拐点的十底 那么这个十底的话呢 我们是找阳十底 阳十底 因为这个阳十底 出现拐点转折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阳一定是阻力拉出来的 阻力做出了一种拐点转向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种阳线的十底 就是阻力开盘的一个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就有参考依据 所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向下的时候 去找对应左侧的阳十底 阳十底 那么十点靠整点 五点找密点 那么五点找密点的话呢 就是和焦点是一样 刚刚说这个很密集的 架住找一个某一个 走某一个那个画一条线就可以了 那么十点靠整点呢 举个例子 我们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三等指数 那么 这里有一个峰 那么上去 这个峰的话呢 它的点位多少 它的点位是 三千零零一 三千零一点 那么我们如果去找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不用考 不用看三千零一点 我们就看三千点整数位 或者说它是三千零二点 那么我们也看整数位 三千零二点 如果说你的价格是 十八块零两分 那么你也可以 直接看十八块钱 那么这就是属于 十点靠整点 那么第四部分 亮线的其他元素 第一元素 峰顶线 第二元素 谷底 峰谷 斜横线 平衡线 精准线 还有黄金线 我们先看第一个 峰顶线 峰顶线 从形代特征来说 它是属于阶段 最高峰顶的一根线 那么 它还有一种 是属于单根架柱 最高点的一个峰顶线 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只个股上涨 涨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里一定是一个峰顶 对吧 峰嘛 那么画一条线 就是水平线 那么这条线 就是个峰顶线 当股价第二次上来的时候 那么这种地方 就是压力位 那么峰顶线 给了我们的一个前张性 亮性的前张性 就是让我们提前知道 压力位在哪里 那么在阶段高位 阻力制造的卖盘 就是用位置来定性了 那么峰顶线 一定是有抛压的 一定是大量卖盘 主导形成的 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只个股下跌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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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跌了三倍 你说 老师这有个峰顶线 那么这种峰顶线 不能称之为峰顶线 因为位置不对 位置定性 只有真正的峰顶线 是有阶段上升 拉升之后 出现的压力位 那么才有 峰顶线的压力可言 那么这种 小震荡的这种期间 那么不能准确的说 它是峰顶线 只能说是一个 小区间的一个压力位而已 那么峰顶线的话呢 一定是有抛压 有大量卖盘是主力专家所为 那么峰顶的形成 一定是有人对某个价格 达到预期 愿意卖出 那么峰顶线 从正常来说 峰顶线所对应的量 一定是最高量 正常来说 一般都是最高量的 一般都是最高量 那么 头上峰顶线 也就是说股价在这 上面有一个峰顶线 比如说上面有一个峰顶线 那么这个峰顶线的话呢 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测顶测空间的一个压 测浮用的一个空间 也是一个预警线 那么如果说 这是一个峰顶 被后面突破了 那么这个峰顶线的话呢 反而是一个支撑位 反而是一个支撑位 那么从实战要点来说 上线不过下线抛 上线不过下线抛 那么这个线在上面 过不去 上线过不了 那么 就在线 这条线下面 碰线的时候 把它抛掉 就可以了 这是属于一个实战要点 我们等会可以通过案例来讲 如果说 它是一个支撑位的 它是一个支撑位的 下来 对吧 如果说 它这里 踩漏了 踩漏了 那么 作为这个峰顶线来说 它变成的是一个支撑 支撑线 那么这个线 在线下面 破位了 破位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支撑平台没有用 那么破了 也得出 那么峰顶线上落于阻 平顶不过 双阴出 那么这句话 怎么理解呢 这是一个峰 比如说 这是第二次 打到这个位置 过不了 那么这里就是 第一个峰 这就是第二个峰 双峰 平顶 也相当于是 接近前面的价位 也叫平顶 咬住峰顶线 伏地撞大前 那么这种的话 一般会出现在哪里呢 一般会出现在一个 洗盘阵量区间 如果说这是一个压力位 那么 上到这个位置 碰线了 不下去 再碰线 相当于 怕得可以咬住了 那么这种的话呢 如果是市场行情好 各国位置 乐点都对了上 那么很容易突破 那么这就是属于 咬住峰顶线 伏地撞大前 顶底互换 牛股要狂奔 这个就是刚刚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 这是峰顶线 突破了 回踩 那么它就可能就会起来 可能会起来了 好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做一个讲解 比如说这个案例 我们首先看A柱 那么A柱的位置 是前期一支板 一支板上来之后 出现了一个天亮 当时这个天亮的话呢 是对于左侧去对比的 那么它一定是个天亮 从它的最高点 画一条水平线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发现 这条水平线 向后面延伸 那么在后面的 注意啊 后面 我们发现 在B柱的位置 它是最高架和 开盘架 那么其实是有突破过A柱的 但是 它并没有站上 并没有站上 那么 这种突破呢 就是属于 峰顶线上的甲突破 那么真正要站上 至少是收盘价站上 而且 如果说站上之后 回调是不能破的 不能破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 对于 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是吗 有一个 量能不是特别大的 一个暂停板 那么这个暂停板 它的收盘价 是突破了A柱 突破了A柱 那么注意这里有一个 从石盘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那么你会说 因为老师A柱高点是峰顶呢 还是这个阳是峰顶 还是这个B柱是峰顶 那么正常来说 我们以量柱为核心 我们刚刚所说的很清楚 量线量线是先以量为核心 所以 这个峰顶 我们先扔栏看A柱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的峰顶线 那么 我们从这个展停板突破以后 我们发现 收盘价站上了 一天 两天 三天也不破 对吧 那么 这个线是突破了 但是正常来说 我们一般任何线 突破了 最好是要来回踩确认一下 那么 才安心 才安心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展停板突破以后 回调 C柱 C柱 开盘价 开盘价就开在了A柱的最高点 那么 A柱的最高点 也是几点 价柱最高点 那么这个几点以水平线化的这条线 就是A柱的这个峰顶线 在随后 C柱的这个价柱回踩不破 确认了 那么 由这个峰顶线 变成一个压力位 变成一个支撑 才有了后面的这一波上涨 这一波上涨 那么这就是峰顶线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A柱这里有峰顶线 那么还有没有哪里有峰顶线 那么 这个 是个峰顶线 这个峰顶线的话 那么一般我们不看 因为它是下跌之后 很小的区间的震荡 那么这个峰顶线的话呢 一两三 一二三 我这里每一格的话 那是百分之十 那么这个峰顶线是可以参考的 那么这个峰顶线是有百分之三十 短期拉伸是有的 而且它的量柱 也相对来说是阶段的一个大量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峰顶线的时候 突破的时候 第一次触线没过 第二次 咬线 站上 第二天又破了 但是第三天又穿上去了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属于咬线了 所以的话呢 咬线之后不破 那么后面很可能就会能起来 那么这就是峰顶线在实际的一个运用 那么在料学中的话呢 有一句话就是 峰顶线是侧顶攻顶的预警线 刚刚所说的很清楚 峰顶线是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位 就是后面要攻击的一个目标位 这就是一个峰顶线 它有两方面 一是压力 二是什么 是预期 第二我们看谷底线 谷底线形态特征 前期低点 形成真底的拐点的水平线 就是谷底线 我们最常见到的 就是在低点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拐点 一个真底 那么这种我们一般称之为谷底线 谷底线呢 是真底线 表示有支撑力度 那么精准谷底线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经常量学中 有过一个接力双扬 对吧 那么如果说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 这是一个谷底 那么谷底线画完之后 出现第二次确论 那么这就是属于 在前一个谷底有支撑形成的 形成的精准谷底线 那么这种支撑力超强 超强 形态上的话呢 如同一W2的逻辑 形成接力的弯排柱 那么如果说有三个点的精准线 那么一般有上升的动力了 那么在量学的量线中 画任何一条线 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有第三点的确论 那么这条线 它的参考依据会非常大 那么谷底线的话呢 是一种支撑 容易拉大阳和放量跌破 刚刚没画好 不是斜的 谷底线是水平的 注意 接力双扬 是水平的一条线 画完之后第二次回踩 确论 那么如果它有第三次回踩 还不破的时候 那么这里就要起来了 就要起来了 那么谷底线的话呢 有长阴短柱 就是假跌 还有百分之力量 那么也是属于假跌 那么也有叙事突破 因为它是谷底 它既然是谷底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个拐点 那么拐点之前 一定会有类似于阻力的 这种建仓吸筹 这种行为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 否则这个拐点就不成立了 那么谷底线之后呢 如果说 这是一个谷底线 对吧 这个底是真底 有效的底的话呢 那么正常来说 后面触底 即回升 是不破的 而且的话呢 即使你要停的话呢 三到五天就快速起来 快速脱离这一个防线 这个防线 不能轻易的被多头 空头打破了 如果轻易被多头 空头打破了 那么这个防线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就是谷底线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 就要注意 谷底线的一个应用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 13块2毛1 下跌到7块左右的 一个股价 那么 以几点划线的话呢 是以划哪 是A柱的 最低点划线 水平线 划了这个虚线 那么这个虚线的话呢 后面是没有回踩过的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 B柱的最低点 也是一个阶段的极点 那么B柱最低点的话呢 在D柱是被回踩了 那么这个回踩 是属于一种确认 但是当天是没有确认的 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阳柱来确认 也就是说 你这是下跌 你说下跌 我是真底 对不对 我真底无惑了 好了 那么再洗一次的时候 如果还跌落了 那你不可能是真底 但是的话呢 在这里没有跌落 哎 我不跌了 但是当天是个阴线 你还不能抄底 真正的买点是哪 在第二天 第二天 开盘没有下影线 没有下影线 那么 随即 上升 过了二分之一位 接近二分之一位 最高点 打过了二分之一位 那么这里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 缩量阳盛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种位置 通常来说 在任何一个拐点 出现了缩量阳盛 那么第二天 一般都是高开 只要高开 就是属于一种确认 那么这就是属于谷底线 谷底线的一种参考运用 谷底线的精准回踩 然后阳盛 就是确认一个低点的 简单说 就是W2的位置 如果说前面是一个底 这里有精准回踩 第二天出现缩量阳盛 就是买点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这也是一个下跌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个极点 划线 这一个极点划线 在这个地方也会有过回踩 那么这种谷底线的话 能发现什么 它的谷底线是在低点抬高的 低点抬高的谷底线会更好 更强 也就是说 我的支撑位在这 下跌都打不下来 你再下来还下不去 那么这种谷底线的效果 会更好 会更好 包括像这里一样 这是阶段的一个小谷底 阶段的小谷底 那么这里有精准回踩 这里这个字回调 你看没有破 低点抬高 那么这种低点抬高 对后面来说 一定会有一个趋势起来 那么其实在底部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明显 第三元素 峰谷线 峰谷线 首先 第一它是什么 它先有个峰 它先有个峰 那么 随着行情的上涨 这个地方 是一个谷底 也就是说 由峰和谷底连成的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峰谷线 换一句话说 如果一支个谷走成这种 峰谷线的转换 那么就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顶 这是一个顶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底 就属于顶底互换 那么会有一波新的行情出现 也就是顶底互换的进攻线 当行情与前面的峰顶 高点形成精准线的时候 就是精准峰谷线 它的本质 确论前期平台或者挖坑 筹码交换 峰谷线的形成 表示阻力的确论 当然位置定性一定要看 你不能说 老师这个票涨了好几倍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峰谷线 然后你一买 买了就下来了 再发一下 比如说上涨上涨上涨 好 那么 重画 那么这里是个峰 回踩了一次 对吧 然后呢 一老师这只峰谷线 新的行情 那么很多时候的话呢 会怎么 会直接这样下来 这样就破位了 然后你说 一老师你说峰谷线不是那个 不是属于阻力新的行情吗 不是的 你要看位置 如果说一只个股 这里涨了两倍三倍了 那么这种可信度不高 如果说是下跌之后 阻力建仓的 那么这种类似于 回马腔的回踩 那么这种峰谷线 那么它的意义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 位置定性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种 三重峰谷的转换 我们称之为三级飞跃 举个例子 这是下跌之后 这是一次 两次 三次 那么这种 就是属于三级飞跃 三级飞跃 那么三级飞跃的话呢 和我们后面 以下一期 我们会讲到的黄金 那个三级黄金梯 也是有关联的 那么这是属于 一种三级飞跃的 三重峰谷转换 那么有黄金柱 形成了峰谷线 就是黄金顶 就是黄金顶 确认新的一轮趋势 那么这个怎么理解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个话 我们再画一个峰 再画一个峰 那么 在这里有一个峰 在这里有一个峰 那么它回落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一个黄金柱 出现了一个黄金柱 那么这里就可以称之为 是一个黄金峰谷线 黄金峰谷线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 顶底逐步抬高 趋势向上 折积路 就是刚才我们所画的 这种低点抬高 低点抬高的这种 那么顶底走低的是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属于这种了 向下的 向下的 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 顶底线重合为峰谷线的 就认为主身段 W3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 画的这种票 这种票 就类似于W3的为止 这种为止 那么反过来一样 就可能会属于下跌了 下跌 股峰线 这是股 这是峰 股峰线 就是属于一个下跌了 要主动回避 那么这里的话呢 有很多种 我画了一个图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峰谷线的运用 对于交易策略上 怎么样去使用 它回踩的位置不一样 你的交易计划 又要怎么去变 都要去熟悉的 去了解 记下来这一些 可能出现的这种图形 那么对后事 做出一个预判 量价关系的分析动态 去观察 那么从刚才 我们讲过的案例材来说 其实还可以讲一次 刚刚所说了 A柱 这是一个峰顶 对吧 因为这个峰顶线 我们这个量性 它是天量 最高的量 那么它这个峰顶线 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当在C柱被回踩 确论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的前面的这个 整个的起盘结束 后面可能会要有一个 新的行情 虽然长得比较慢 但是我们看一下 一时二时三时 百分之三时的空间 这就是风骨线 比较好理解 我们就直接跳过去了 第四 斜横线 斜横线 是取股价走势中 最近的两个有效穴位 经过第三点确论的射线 那么它的本质的话呢 它其实属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线 动态平衡线 实际上它反映是 价格走向的斜度和力度 那么斜横线 它体现的也是量价 和时间空间的一种坐标线 趋势指向 可以形成一个通道线 那么这种话呢 其实应该比较好理解 简单说 如果说是一个上涨的 那么我们可以画一个 上行的趋势线 这个画的 我画一条直线来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上行的 那么股价的话呢 它很可能是 形成了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 那么以最近的两个低点连线 比如说这个低点连线 和这个低点连线 连线以后 正好精准的第三点重合 后面也重合 后面也重合 这就是一个上行的一个斜横线 如果某一天涨不动了 高点也打不过去 再破线的时候 这里就是一个卖点 这里就是一个卖点 这就是斜横线 对我们操作上持股的一种运用 那么 向下的横线的话呢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取 因为这里是下跌嘛 那么这里肯定会有个大阴线的 那么同时 比如说上面也有的话 那么这里也会有大阴线 用两个大阴线连线 那么形成第三点 精准的重合 那么你就知道 这个压力位 当股价上涨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清楚的知道 这是个压力位 有冲高先走 有冲高先走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突破了 突破回踩不破了 那么才是一个行情的反转 那么这就是斜横线的 对实战的应用的一种 最常用的一种思路 那么在斜横线里面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一键封喉 一键封喉的话呢 也是一号战法 那么我们等会可以用案例来看一下 好 这个我们在量学的书上的话呢 它其实有个要求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是必须的吧 就是找下降途中 两个最近的 最突出的大阴线连线 那么两个大阴对应的量柱 最好 必须 以前是必须 尽量 尽量 不低也没问题 尽量 是缩量的 或者持平的 这个我们看 我们用案例来讲吧 用案例来讲 首先我们看 这是各国 八一干铁 这是八一干铁 那么八一干铁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正好它前面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真底 有一个谷底线 有两次回踩 确论不破 那么这个真底非常有效 那么在A柱的话呢 最低点 极点 我们画了一条线 那么我们以航行过程中 B点连线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 AB上升的一个通道线 那么这个斜横线的话呢 就趋势是上行的 那么随着航行的上涨 我们以B柱为起点 找B柱最近的几点 那么这个几点 划线之后 精准的也有第三点重合 那么什么 就出现了新的一个 加速上行的一个股价 那么当什么时候 股价跌破了这条线的时候 就是你离场的时候 那么这也是我们之前 学员真实的一个教学案例 那么应该比较好理解 线一画 大家自己多画线 就应该明白了 那么刚刚是向上的 我们换向下的 那么这里要说一点 向上的画平衡线呢 是找阳柱的 实底或者极点 向上的是找阳柱 那么下跌的话 下行的话呢 是找阴顶 比如说我们 行情在最上面开始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以这个点画线 对吧 这个点画线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点画线 那么这个点画线 如果说我们在前期行情 后面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去画线的 你可以先用虚顶去画 虚顶去画 也是可以参考的 对吧 如果说老师 我画实底行不行 也可以 你也可以画 你也可以画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亮线 大家可以多画 画到最后面 你留下你所需要的亮线 就可以了 但是随着行情的演变 随着行情的发展 你要去变化 你画你的画线 那么 B C 两个柱子连线之后 我们连看一下 这有第三点确论 精准有效 那么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一个 平斜交叉 那么这就是 我们简单的 一键封喉的位置 一键封喉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还有具体的去讲 那么我们今天 先把亮线 做一个系统的了解 而且的话呢 这个亮线 有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左侧有一个 峰顶线 左侧有个峰顶线 那么这个峰顶线的话呢 又到这个地方 又跟这里的 环境线很接近 所以的话呢 在平斜交叉之处 就容易出大阳线 那么这就是亮线的 一种应用方法 那么它是符合 极点侧向 极点侧向的 也是符合交点转向 因为拐点转向率 也是符合的 你看这是一个拐点峰 对吧 那么这也是一个拐点峰 那么两个拐点一连线 就形成了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的斜横线 第五个平衡线 平衡线的话呢 是中和的 中和的 那么我们这里讲的平衡线 是属于讲的水平的平衡线 水平的平衡线 不是斜的 刚刚讲的是斜横线 我们想想水平的平衡线 那么平衡线 水平平衡线呢 具有双重 有支撑 有压力的双重特点 如果说一条水平线 在骨架 在它上面运行 回踩的时候 就是属于支撑位 那么 它在骨架 在它下面运行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压力位 就压力位 那么支撑位和压力位 都是用来干嘛的 大家以后要记住一点 支撑位 和压力位 一定是用来突破的 一定是用来突破的 那么只是看阶段的压力位和支撑位了 如果是建仓过程中的支撑位 那么它是属于支撑用的 如果是属于高位出货之后 的这种某一个支撑位 某一个支撑位 那么它可能是用来跌破的 所以的话呢 大家要清楚平衡线 它的一个位置定性 那么平衡线的话呢 还有一个细节 只要在平衡线下方 注意啊 平衡线的下方 有密集的架柱群 红肥绿寿 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水平线 对吧 那么这是骨架下跌之后 建仓之类的 好在这里 整个都不破 贴着不动 不动 但是的话呢 这个区间所对应的量柱呢 红量多 阴量小 红量多 阴量小 那么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红肥绿寿 那么很可能会突破向上 很可能会突破向上 那么反之而言 反之而言 如果是 如果说在高位的 某一个位置的 这个地方 在这里震荡震荡震荡 阴柱多 红柱小 阴柱多 红柱小 那么它很可能要向下 很可能要向下 这就是平衡线 的一种 细节 细节 那么最终方向的话呢 一定会有一个 确论柱 确定方向 多 则翻空向上 空 则向下 也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走 你最终 你要不去向下 要不去向上 你一定会突破的 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拐点出现 那么我们要观察 抓住的 就是这种拐点 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 我们在书上面应该有看到有讲过什么 三点可小干 四点可以四 五点可以补 两点以内 无意义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 某一个区间 形成了 上面有一条平衡线 下面一条平衡线 那么股价在这里运行 这个区间 涨幅只有两个点 那么这个两个点的话呢 就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说老师我在夏天补完以后涨两个点不到你要去卖 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如果说这是一个波段 那么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有15个点 举个例子 那么你可以低息冲高 你可以卖 这是有参与价值的 那么其实三四点的话呢 其实也不用做 不用做 最好在哪 任何一个买点支撑 压力 一般建议在15个点以上 才去做交易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支个股的位置来说 我们看一下平衡线 有哪几个特殊的位置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 有一条A柱水平线 那么A柱水平线 我们有说过 当股价在 首先是这样子 那么 C柱 这是一个大阴线 那么这个大阴线 如果说 我把后面盖住 这样讲会更清楚一点 举个例子 这是当前的股价 当前的股价的话呢 我们发现什么 离今天股价 最近的左侧 有一个阴顶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要做向上 就是回到刚才所说的 上行找阴顶 那么我们以最近的阴顶 画一条水平线 只要向上突破这条水平线 阴线的指顶 那么就是可以参与交易的 这就是一个 用架住最近对比 找到的一个关键的穴位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什么 这就是阳盖阴 阳盖阴 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 是不是阳盖阴 其实它也是阳盖阴 只是的话呢 它上下引进比较多 还是有点分歧 那么后面如果再出现的话呢 就最好 你看 这一个水平线 这一次没过 这次没过 这一天过了 对吧 那么这一天过了之后 它底地确定后面 又有十几个点的空间 那么这就是水平线的一种突破 那么正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水平线 回踩之后 没有真正的跌落 没有真正的跌落 最后面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平量 暂停板 阳盛 那么后面 它又有一波行情 那么这就是一种平衡线的一种运用 一种运用 那么对于这个封顶线来说 只要有大阴顶 任何时候 只要有大阴顶 你都可以去划线 当然 划线的话呢 你要参考一个拐点的位置去 会最好 那么 这就是属于平衡线的一种运用 我们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会慢慢的去把很多支点串起来 慢慢去讲 我们看第六个 精准线 精准线是 瓶砖绳分为水平精准线和斜精准线 也就是说 因为你的线就是 要不是水平的 要不是斜的嘛 划线没有划弯的线 所以的话呢 一定是水平线和精准线 那么精准线一定是有 至少是两个点以上重合 才称为精准 那么精准线本质呢 体现阻力的一种空盘度 只有阻力空盘 各股的走势 才是最稳的 最稳的 单一的精准线呢 支撑力比较小 复合精准线 支撑力都比较大 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 一个下行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水平的 那么在这里交叉点之上 出现大阳线的概率会非常非常大 这就是复合精准 因为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对吧 两点形成的精准线 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 有一个顶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顶 那么这也是一个精准线 那么这种就是一个 复合精准线 那么精准线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说不要巧合 要谋合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某一条精准线 这条线是一个环金线 是一个封顶线 那么这种封顶线 是从量学穴位选出来的线 那么这条线下的线的话呢 是大阴石顶连线 也是有穴位的线 那么这种有穴位的线 就是有主力参考价值的线 就是属于一种谋合 不是巧合 不是说你在大地上 我很巧合 哎呀 怎么赚到你了 很巧合 不是 是处心几率 有人在做的这个事情 有精准线生成的地方 一般行情会即将发生转变 只有主力控盘 才有可能扭转股价 精准线的话呢 是焦点转向率的精华 那么也是拐点转向率的宠额 也就是说精准线 在我们操作个股的时候呢 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当然精准线 我们还要综合去运用 并不是说有一个精准 你就可以去操作 不是 我们是把所有的细节 所有的知识点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再把它串起来 而且我们的课程中 一期 我们一期课程中 是不可能把所有的量学知识点讲完的 那么我们在每一期都会有侧重点 那么通过几期的课程 那么你会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 任何知识点 任何技术 任何个股的位置 到你的分析逻辑里面 就轻而易举的 很容易就识别出来 没有精准线的股票 不是好股票 有精准线的股票 没有 没有 没有精准线的股票 不是好专家 那么精准线再上 只看跌 再下 只看涨 什么意思 如果说 这里有一条线 精准 精准的 那么股价在它之上 出现的精准回踩 是要涨的 如果说 在上面 一只个股 那么 几次都不过 那么这种 特别是在高位的 那么这种精准线的话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 所以的话呢 就是 在脚下的 在下的看涨 在上的看跌 看跌 我们用案例来做一个讲解 看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左侧 大阴石顶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同时 大阳石顶 也有一个精准对应 在第三天的最低点 基本 可能差一分钱 那么这个精准的话呢 简单说一下 如果说个股 价格的回踩 那么差一分钱到两分钱 那么都属于精准 都属于精准 那么这个精准的话呢 就非常非常好 这里就有三个了 那么随着这个精准线 向右的延伸 那么这个精准线 你发现 在这里有过一次 又有一次精准的对应 换一句话说 如果说我们从刚才的峰顶下来说 那么大阴顶 某一个阶段的石顶 也是属于一个顶的话呢 那么这里是顶 这个顶到这里变成什么 变成了底 也属于一种顶底互换的 一种理解 那么这就是精准线 在骨架中 走势中的一种运用 那么有精准线的回踩不破的 那么这种最特殊的就是 最明显的就是 回踩的时候是典型的缩量 很典型的缩量 然后骨架第二天直接反包 那么这种会比较强 会有一波行情 那么这种案例的话呢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那么第七个是黄金线 黄金线的话呢 是我们量学中的完牌柱 是主力操作计划 和攻防线的一种生命线 那么在黄金线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们量学中的黄金柱 是完牌柱的一种 那么还有将军柱和元帅柱 那么今天我们不做系统讲解 我们会有专门的课程 应该在下一期会有 那么黄金线 我们简单用图来做一个解释 就是某一个基柱 后三天 如果说不破它的十顶 不破十顶 那么这个柱子 就是黄金柱 那么这条线就是黄金线 这是属于黄金柱的 那么对于量柱来说 最好后三天是架升量缩的 这是一个基柱 那么股价在上涨 量在缩小 那么这就是标准的黄金柱 这就是黄金线 那么黄金柱要求最后第三天 是收阳 这种黄金柱才是最有效的 如果第三天收阴的黄金柱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那么另一种的话呢 将军柱 将军柱就是基柱 后三天 那么它可能它的骨架 在它的实体之内 在它实体之内震荡 那么可能 要求也是第三天收阳最好 那么第三天收阴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将军柱 因为它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那么好的将军柱 好的弯牌柱 第三天都是收阳线的 那么对于这一个柱子的黄金线 那么我们就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就取后三天的实底 先取实后取虚 有些时候你取虚底也没问题 所以的话呢 动态调整 那么这就是也是黄金线 那么将军柱和黄金柱 都是属于有黄金线的地方 黄金线的本质特征 黄金线正常来说 就是当下主力的一个成本 最后防线 线上涨 线下跌 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 黄金柱 比如说某一天 那么比如说黄金线 我们画在这儿 黄金线 比如说第三天收一个大阳线的话 那么是肯定是看涨的 如果说第三天收一个阴 收一个阴下来 那么肯定是看跌的 所以这就形成了 我们所说的黄金线上 阳盖阴就买票 黄金线上阴盖阳 就属于卖票 这就是我们操作黄金线的一种 参考的一种依据 主力控盘 必须维护这个黄金线 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那么对于黄金线 那么还有一种三种 砖性 一种是墙砖 一种是金砖 一种是脚砖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 如果说黄金柱 这个基柱 我们可以以它的顶 画一条线 以它的二分之一画一条线 以它的底来画一条线 那么形成了三条线 如果说一个股价 上涨之后出现回踩 踩顶不破再起来 那么这种是属于墙砖 如果说回踩腰的 再起来的就属于金砖 如果说踩底不破再起来的 就属于脚砖 那么记的话呢 很好记 踩头很强 对吧 强砖 踩腰的话呢 我们经常说 西游记的腰精腰怪 腰精腰精 踩腰就是金砖 踩脚的 就是脚砖 脚底板 就是脚滑的脚 脚砖 那么从实际上的要点来说 黄金柱的后三天 我们以它的实底 或者虚底 画黄金线 后三天的实底 或者虚底 刚刚我们有画过 就以基柱的 后三天的 实底或虚底 比如说这是一个虚底 这也是个虚底 你发现 两个虚底精准回踩 那么你就可以以虚底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画实底 都可以 这是属于画线的 好 我们通过 还有一点的话呢 黄金线 主力经常是什么 用实线保护自己 用虚线打击对手 那么这是主力 比较精明的一种手法 怎么理解 基柱后三天 如果是调整的时候 那么 收盘家在这 虚底在这 那么很多时候的话呢 它的虚底又下来 你看 这个实底 它不破的 那么总是打穿 总是打穿 然后呢 再起来 这就属于用实底 保护自己 用虚底 打击对手的一种手法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A柱 后三天 股价 向上 量 向下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 黄金柱 而且 在A柱 实景水平线 有两个精准点 那么这种 黄金柱的质量 非常高 非常高 B柱的话呢 B柱后三天 平均价在它股价之上 那么虽然量柱有增加 但是的话呢 B柱它也是属于一个 王牌柱 那么这个王牌柱 后三天 后面再回调 也没有破 正好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个 回财左锋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是属于 两个王牌柱 那么量学中的话呢 王牌柱三天之内为合力 那么AB形成了 合力王牌 合力王牌 回踩 封顶 不破 那么 在 C柱看一下 C柱后三天 股价上 那么量又缩 那么C柱又是一个 黄金柱 AB和力 BC形成了 接力 这里又是属于 两个王牌柱的接力 那么合力 接力 股价走了一波上行 那么 黄金线 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参考 交易的依据 只要在黄金线之上 持股没有任何问题 任何一个黄金线 线上持股 没有问题 线上杨盖音 都可以揭露 这就是黄金线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量线中 还有一个分时的运用 那么分时的量线 一个看穴位 那么一个看水平线 还有一看 斜平衡线 那么第一 我们看分时量线 仍然是属于 架柱 那么从架柱去出发 找七个穴位 那么还有找什么 分时阻力量能的穴位 那么我们通过图示来讲 第一 架柱的七个穴位 我们通常来说 股价有一个 这是阳柱的话 这是收盘价 这是阳柱的开盘价 这有两个了吧 好了 再加一个最高点 最高价就三个了 再加一个最低点 四个了 通常的人看到的 就四个穴位 但是在量学中的话呢 还有什么穴位 还有一个二分之一穴位 还有一个上三分三一的穴位 和下三一的穴位 一共是有几个 一共是有七个穴位 七个穴位 那么如果说一个个股 那么回踩的时候 踩虚顶 可以吗 可以 那么踩十顶 更扎实 十顶 那么如果行情落 那么它可能会踩三一 再差一点 它可能会踩二一 二一打落了 打破了 抱歉 你就肯定走落了 二一是个平衡位 平衡位偏空 那么就很落了 如果你把脚底也打落了的话 那么这个票就基本上废了 基本上废了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架注的七个穴位 我们要观察的 那么主力量能的穴位 盘中主力资金吸筹的地方 还有控盘和拐点量能的穴位 我们通过案例来讲 以当前 当前架注左侧最近的穴位 取点划线 分时的水平线 那么A柱的开盘价 展停板的倍量 展停板的开盘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开盘价是三块六毛三 三块六毛三 那么在这一天 B柱这一天 我们看一下分时 分时B柱这一天的话呢 它的最低点 精准回踩了A柱的开盘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从分时上去看到的 它为什么踩到这里 就起来了 因为它踩到了 A柱的开盘价 这就是从分时去看 水平线的穴位的运用 那么同样 A柱这个阳十顶 十四块五毛三 对吧 B柱十顶 十四块四毛二 因为B柱和A柱 是阶段的高量 那么这两个高量的话呢 对于突破 一定是有压力的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 这一个展停板 它突破这两个价位 什么区别 我们把两个价位 这个价位和这个价位 我们画在分时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B柱十顶 在这 那么A柱十顶在这 那么我们盘仲交易的时候 行情还没有起来 它说我们不知道 哪个价值会干扰 会有压力 但是我们发现 在展停板这一天 在B柱十顶的价格 一次没过 两次没过 一直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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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你就知道了 当天 它的参考价位 就是十四块四毛二 只要这里一启动突破 那么就是一个机会 那么这就是分时穴位的一种运用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是A柱 不 这个是A柱 这个是A柱 那么注意 A柱的话呢 为什么 A柱的四颗淋巴 注意啊 这样看吧 先看B柱 展停板 B柱 展停板的最低点 就在这 全天呢 围绕到四颗淋巴 不破 它为什么 在四颗淋巴 不破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A柱 A柱这一天 这一天的话呢 在下午的时候 这里第一波 主动的买盘 的量能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区间 应该就在四颗淋巴 左右 所以的话呢 主力 它这一天 不打漏的原因 就是打到了 昨天的成本 它护着这个价格 一直不破 那么这个就是 分时的量能穴位 这个量能的穴位 那么对于 三正指数来说 也是一样 每一波上行 放量 有支撑 每一波上行 放量 那么都是 量能穴位 我们要观察的 就是有量能穴位 只要有买盘的量能穴位 都是看涨 看多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以后还会 从过案例慢慢来讲 那么向这个股票也是一样 A柱 最高点 四块三毛二 对吧 那么在B柱突破的时候 看一下 开盘的时候 四块三毛一 打过没有 这个枪间没有过 但是 随即的洗盘之后 这里快速突破 突破了 就把这个风给突破了 突破以后 再洗盘横盘 那么这里应该在这 我没画 应该在这个地方 另一个价格的位置 大概 看看哪条线 那么我们分时的一种支撑压力 那么用量线去画 量线去参考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用方法 还有一种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多日分时 比如说我用了 最近六日分时 那么大家可以在右下角的 加号减号 可以增加每一天的分时的天数 那么我用的是八天 而这六天的分时 六天分时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我们可以发现 这是四块三毛二 这是四块三毛二 看到没有 就是那么精准 达到前级的高点 然后呢 快速突破 快速突破 这就是在分时量能上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在A这个地方 这个量能高点三毛二 这里是有很多套牢盘的 套了几天 那么你再次上来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解套了 一定会有抛压 所以的话呢 就形成了我们要参考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这是在突破的时候 快速突破 所以它的突破是放量快速突破的 那么这种突破是真突破 是有效突破 那么分时斜横线 那么我们一般也是用多日 或者当日的分时 那么用上下线拐点电信 我们可以通过图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上升指数 某一天的一个截图 那么在找盘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里有一个高点 那么我们取封点画水平线 那么我们发现水平线画之后 它第二天突破了 但是没有站稳 再下来震荡 它就在这个封顶线的位置 看到没有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用画了一条扇形的斜横线 正好的话呢 平鞋交叉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移动 什么移动 量来了 那么从盘口上我们看一下 它在之前 启动之前 都是2000多万 4000多 5000多 2000多 5000多 7000多 但是一动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上升指数的盘口量 1.5个亿 1.7个亿 8000多 看到没有 这就是移动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精准的伏击到 这些位置 那么这里就是今天亮线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我们课程每一节 后面我们都会有一些心态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古道 那么对于我来说 古事的道理是什么 那么在《老子道德经》有一段话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这其实每个人在进入股市 我们要取得核心的 最终的一个成功 我们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维学日益来说 学 就是术 我们每天去学习不同的方法 很多人学习不同的理论 天天学 天天学 学了几年 那么你的知识点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最后会导致你膨胀 但是很多东西是没用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你这里是做加法 那么我们需要做减法 把不好的不要的去掉 那么为道日损 道就是修行 就是你的一个升级 那么你想修行 你想升级自己 就是损 就是做减法 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全部丢掉 你做总结 留下精华的东西 也就是你可以天天去学 但是学到最后面 你一定要把不好的东西全部丢掉 或者说学你该学的方法 思路不对的就不要去学 那么当你不断的做总结 不断的总结 损之又损 就是不断的做减法 那么你留下的都是精华 那么到最后面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成为无为 那么这个无为 是经过不断的删减 总结达到自己一种 这种无为是属于一种思想 思维上清空 很干净的一种地步 那么你达到了这种很纯洁 很干净 很主观 意识很强的这种交易体系之后 那么你就能够做到无不为 无不为就是什么都能做 正是因为我们学习 通过不断的累积累 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再总结 最后面形成一套交易体系 然后你就可以在骨海里面 随意的去操作 你所想要做的模式和个股 那么我希望呢 今天这一段话呢 也是能够给大家有一点提示 因为道德经 是中国的千百年来的这种 精华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是需要去互相学习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多交流 多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解答一些问题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